马克宏这个抗力不是去这个到德国吗 德国访问三天 就在国宴的时候看到梅克尔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大家很嗨 说梅克尔要重出江湖了吗 事实上在俄乌战争开打的时候 大家就很怀念梅克尔 如果他还在的话 就不会闹到这种程度了 对不对 那梅克尔今年70岁 他穿着一个绿色的这个断面裙 这个身材是圆滚滚的 脸上笑容满面 然后你就会看到 这个马克宏他事实上是有影片 马克宏真情流露 那个表情就真的是 跟一般的那种开开心心不太一样 他看到梅克尔好开心 话说个不停 笑得不得了 然后你看到有没有 就行握手礼等等 就完全是那种 真的是打从心里里面开心 尤其是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可能又百感交集 也会觉得说还好你来了 再想想看这几年 欧洲的整个憋屈等等 那另外法国就想做欧洲一哥 那这个仿德期间 他也说法国做好了准备 要承认巴勒斯坦 那法国的真正目的 当然是要说说服德国 然后要一起重塑欧盟 摆脱美国北约的军事依赖等等 所以在这些前提之下 梅克尔会是个凝聚欧盟共事的 合适人选 所以他70岁 其实年纪也还不算大 你觉得这个时候 他是一个重出江湖的好时机吗 如果真的话普丁会开心吗 因为梅克尔跟普丁关系很好 对 他这个起码我觉得 他这个可以支撑的住 大西洋彼岸来给欧洲 来给德国的压力 他不但这个把德国的利益 核心利益建构保护得非常好 他对欧盟贡献很大 你知道欧盟这个发展 他刚开始的资助就是德法 法德 法德两个国家 就靠合作把欧盟 搞成了一片事业出来 你知道刚开始他法德搞欧盟 搞这个欧盟的时候 英国搞了另外一个组织 我记得叫EAEC吧 那个叫什么合作组织 他找哪些国家 找这个北欧 找了这个 找了瑞士 找了这个 大概有四五个国家 跟欧盟打对台的 结果就因为法德金城合作 英国人最后 英国人就厉害 代表不让英国人加入 英国人多厉害 英国最后把自己的组织解散 来加入欧盟 所以加入欧盟的时候 那时候欧盟说不要让英国加入 因为他来卧底的 果然没错 他最后欧盟做起来 可是现在 俄乌战争打了以后 有欧洲有两个政治机构 瀕临破产 一个是欧盟 一个是德国 德国在这一次俄乌战争里面 付出极大的代价 而且他的内部的弱点 也就是他内部 美国可以控制他的绿党 跟这个自由党 把这个德国搞得这个红绿灯 内阁搞得左之右处 进退 进退两难 那现在当然 法国还基本上还维持的一个 欧盟的传统精神 就是什么 战略自主 要以欧洲的利益为核心利益 不是考虑到大西洋 另外一边美国的利益 凡是听从于美国 所以今天马克宏见到 我觉得看到这个梅克尔 他不是高兴 他是百感交集 他是眼泪在肚里吞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看这个 观察这个一个国家的走向 我们认为制度最重要 可是呢 我们最近看了英国 看了德国 看了美国制度没变 怎么搞这两个国家 通通变了一样 原因是什么 领导人 台湾也是 领导人 所以一个领导人 可以搞砸一锅粥 一个领导人可以把什么 把一群绵羊变成狮子 所以我说国民党要有一个 好的领导人 很重要 可以把一群绵羊变成一群狮子 那今天 梅克尔把德国变成狮子 把欧盟变成一只狮子 可是呢 他去了以后 同样的欧盟体制 体制没改 同样的德国没体制 就变成一只绵羊 被美国的这个猎人 一口咬住他的什么 脖子动弹不得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好 马克宏真的现在在欧洲 他还算是好 他抓到机会 他把这个危机当作一个转机 他一个人怎么样 等于说有点像唐吉科德 其实他在抗美 抗拒美国对欧洲的这样子的 捏住欧洲的脖子 所以呢 我觉得在他这个努力的过程中 看到了他过去的战友 所尊敬的这个德国的战友 觉得百感交集 所以呢 大家还是想问 就是说这个梅克尔在这个国运中出来 就是来个应酬一下吗 会不会有他的角色接下来 其实欧洲是这样 欧洲是这个 全力跟着位置走 不跟人走 他没有位置他就没有讲 而且欧洲 梅克尔本身他也是很淡薄的 人家大陆有说 这个贵为欧洲首相 没事自己回去上菜场买菜 住了一个很普通的房子 对不对 欧洲不像现在我们的台湾 搞成什么样子 你知道老总统他为什么 他当时卫队这么重要 因为他被刺杀过好几次 西安事变 所以才有这么一个 才有这么一个 所谓的这个警卫措施 现在台湾这个警卫措施 是全世界总统里面搞得最高的 他好 现在好 那个好 奥迪不要了 改成 改成BMW 一换就是 一换就是一对车子 而且他说这个车其他都封存 然后呢一出门 哇全部怎么样 全部这个一路的警察 交通警察把你的这个好 交通警察全部好 你在欧洲你见过吗 你在欧洲你见过吗 总理有这样搞的吗 从来没有 我告诉你当时 那时候我们台湾那个时候 那时候国内去的团体 那时候看那个叫 Chris Patton 就是这个末代总督 他那个时候在欧盟做 彭定康 他做欧盟的外交部长的时候 那时候跟我们国内去团区 结果他人进来以后 就走进来了 结果呢 我们国内的团体说 这个做欧盟的外交部长 怎么搞的就只有一个人就来查 我说人家欧洲每个都这样子 哪像台湾出来一个小官 哇塞前面啊 前扑后涌的 给民进党搞得更不像话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瑜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元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 来自于内在 实际眼 德国专利 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 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需要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arisol 女神专用 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更多的 额外优惠折扣咯 申 גising degrees 此早就个屏幕 展示 保养 政治 puisque